欢迎回到新台湾的时光大道 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 特征组所释放的这个 在押的被告 从这里头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 特征组这一波要收网的案子 到底是哪几案 当然郭全庆是最早转 污点证人这不算 他是南港的弊案 那陈正惠备放 蔡明哲备放 林德逊备放 李建木备放 所以这至少包含了 国务基要费跟这个龙潭购地弊案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武警帽啦 于政 于政县是属于南港案 他到现在都没有这个动静 所以是不是南港案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市政需要巩固 或者是这个不是第一波 要起诉的这个重点 那邱毅仁 马永诚 当然还有涉及什么机密外交 二次经改 这些他们可能比较多 所以案子比较多 跟陈水扁可能必须要一起再压 那这些人呢 叶胜茂 吴景茂 于政县 会在这个第一波贞结之前 就被释放吗 邓大哥 这个我不知道 侦查秘密的事 我一向都不太清楚 你说研判 这个友华比较清楚 我的比较清楚 那就跟那个茂伯一样的嘛 等那个台北地院宣判的时候 那你看他要不要放人嘛 你说这两个茂伯啊 叶胜茂这个茂 还是吴景茂这个茂 叶胜茂 都是国茂 叶胜茂 就是说等台北地院 这个礼拜宣判了以后 大概他会那个当庭释放 那至于吴景茂 吴景茂的话 大概还要约寻陈志忠 因为那个洗钱这一块 你要等那个洗钱这一块 全部回来了以后 才有可能说要不要放他 那林德逊放他 就是国务基药费 大概已经巩固了 所以就是放 还有他什么伪证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15项的外交机密啊等 这些全部都被戳破 那他认为没有积压的必要 所以就把它放了 那我这里面比较好奇的 就是余政线 这个余政线为什么不放 是南港 像那个南港岸 现在也巩固的差不多 然而为什么不放它 那我真的是百思不解 然而我必须我要这样子讲 这里面 你看